走了啊 走了 俄罗斯儿媳妇 遭到中国公婆的嫌弃是啥事的呢 这回这老两口是动真格的了 之前说好的不怀孕不让回中国 这不我俩突然有急事回来了 结果这老两口呢 心是真狠的 说好的不怀孙子不见面 我俩这把年纪都退休在家了 就想看个孙子 结果你俩是真不听话呀 那既然你俩回来了 那我俩走 在家也没孙子开 我俩不如出去旅游了 开剧玩笑的功夫 人俩人把机票都买了 回内蒙老家避暑去了 你打我机给拿下 你还揣进去啊 哎呦 这妈呀 我能揣进去 你揣进去可愁的了 这好抽烟的婆婆可咋整 给打会机领走钱给拿出去了 这大哥 得了 我俩在这个家是真没法呆了 连刘纳斯家都说 咱俩赶快带着这两箱宝贝 回俄罗斯完成任务去吧 又走了 又走了 第一站 走了 走了 又出发了 第一站 从济南坐火车到北京 两个半小时 然后到北京再去飞机场 再坐飞机 啊 也很 哈哈 北京站到了 北京欢迎你 大哥想吃北京烤鸭了 可惜没机会了 已经到了 今晚就得走 这大哥老不走电梯 你得是个毛病啊 跑的比我还快 那说我累的 啊 那是 哥老爱是不老不了吗 对 为啥不走 不坐电梯 非得走楼梯 下了火车 坐地铁 去大兴机场 失误了 没想到人这么多几天 结果坐个地铁 还给小老外坐鸡眼了 这大哥都没人了 他也不做 这老战斗民族是真将啊 都是空座了 我们到终点了 到达机场了 大兴 就看着他老乡了 全是他老乡 刚在地铁上给我讲完课 到了机场就立马打脸了 排队过安检时 我俩前面是位女士带俩孩子 在他前面是俩俄罗斯老爷们 人这俩哥们 看见后面是个女生领着孩子 直接同时一个动作 一起向后退了两步 直接让这位带孩子的女士先过安检 哎呀 你是不知道当时刘纳斯加那自豪的眼神啊 没别的 咱不怕人家说 今天我真是亲眼所见 亲身感受我 希望咱们这男爷们出门 以后真得煮点意 2点登机了 是吧 谢谢 北京时间2点登机了 三个小时5点 中国北京时间5点 俄罗斯时间7点 现在上飞机是晚上 到家白天了 看看这是谁 不想跟我坐一块啊 大概像躺那大了睡觉 在那时就叫 你好 Где我的衣袋 那是这个 那是你的草